大劉哥 你跟大嫂啊 中間會有什麼不可告人的祕密嗎 這個我啊 跟你保證 絕對沒有 你現在真的是講說謊話 臉不容氣不喘的耶 說謊話 不是啦 老夫老妻啦 還有什麼祕密可言對不對 總是會有吧 不過你講他祕密 我一個朋友真的 他交了一個女生 然後已經論期婚嫁了 對啊 有一天他發現一個祕密 什麼意義 他就打電話給那女生說 你為什麼要變我 對啊 你為什麼有四個小孩了 你跟我說 有四個小孩 結果他女生回答說 因為人家害羞嘛 所以啦 觀眾朋友 你是藏不住祕密的女人呢 還是後知後覺的男人呢 四個小孩耶 對啊 對 歡迎收看今晚開戰吧 今天歡迎神神秘密的女人代表 神神秘密 我們這個是民偵探的那個 男人代表 男人代表 艾伯老師 你好 最近是 瘦啦 感情臭臭啊 沒有啊 心情不好 我想要多看我兒子兩年 一點 偷看 多看我兒子幾年啦 我想你幹嘛偷看他 幹嘛偷看他 我偷看他 你聽到還是偷看 對 他偷看我為什麼要偷看 想說是他有個在外面還沒 沒有 沒有沒有 多看我兒子幾年 對 身體健康一點 幾公斤啊 現在大概少 你人生最瘦是幾公斤 人生最瘦的時候 打球那個時候差不多 100公斤左右 因為他200公分高啊 一天100公斤好像很重 但是因為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很瘦 你身高很高啦 對 我自己看到那個時候 都覺得很不順眼 很討厭 對 真的 反正現在比較可愛 好一點 你如果再瘦20的話 就回到你表格 差不多那個時候 對 差不多那個時候 對 所以我們今天只要聊了 就是減重 減重 對 對 因為今天我們 你就是一個秘密啦 其實對 我看講 神話裡喔 地球上的第一位女人 潘朵 就是潘朵啦 對不對 但大家都知道潘朵啦裡面有 潘朵啦 我常常 我家裡裝MOD 就是因為看那個潘朵啦 潘朵啦是什麼東西 什麼啦 我不知道潘朵 有一個牌子 不要問 不要問 不要回應他 你知道那個潘朵啦的盒子裡面 通常都裝了什麼 所以今天就來問問大家暖身題啦 你同意 情侶跟夫妻之間 就是應該坦蕩蕩的嗎 因為 如果有秘密 就是被潘了另外一半嗎 請舉牌 來 我覺得 一半一半 我覺得 不用到坦蕩蕩 每天生活在一起 然後要互相猜忌這樣子 真的 我們要看我們的事情 對啊 可是我覺得有些事情 只有我們自己知道 也是滿開心的 你們也有一些你們自己的秘密吧 不是 你們可以有自己的生活 可以有自己的空間 對 大家都需要 對 但是那種所謂 聽起來感覺像秘密 感覺起來 好像你會去做壞事 對 感覺你好像做什麼 如果說有一天 我真的不小心發現這個秘密 你沒有跟我講 它可能本來是一件很小的事 對 有什麼大不了的事情 但是我發現了 感覺起來好像就 我覺得無限的去想像 那我一開始就要把我 前面三十年的故事都跟你講 對啊 這樣我們才能彼此了解啊 你有都跟你老婆講嗎 沒有啊 對啊 沒有 比如說 比如說六人型跟影集 大家都有看過嗎 對 那裡面那個女主角Monica不是 超級有潔癖的 對 但是家裡就有一個神秘的小空間 然後有一天 那個Channel要去開門的時候 發現打不開 然後後來她就想盡辦法 用髮夾什麼都把它打開之後 發現裡面是一個超級髒的置物室 就是裡面的東西都是亂丟亂找 這就是Monica的一個小小的 小秘密啊 那個還好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這一種的 還是有些小秘密 我們自己保存就好 對啊 就要坦蕩蕩的啊 對啊 講完是不是覺得這集也不用聊 謝謝各位收看啊 還是要結束吧 不是 而且還是祕密嘛 祕密幹嘛要讓大家知道呢 所以我們就結束了 謝謝大家 不行啊 不行啊 網友還是有一些啦 網友很多這個 什麼祕密可能細節知道吧 情報戰大調查 節目與網路各大社團 合作問卷調查 讓所有粉絲觀眾 都有機會發表你的意見 由情報戰特派員希傑 為眾多網友發聲 說出你們的心底話喔 先跟大家分享一個 英國的研究 就是如果呢 跟女人分享祕密的話 他們最多只會保守 32分鐘而已 更有呢 13%的受訪者表示呢 其實呢他們會自己 把祕密告訴全世界 那今天根據 這張開張馬關粉絲團 還有女人心事聊聊專區 我們整理出來啦 女人們到底有哪一些事情 害怕被另外一半知道呢 首先看到的是金錢的部分 包括第二名 他們低調裝窮的過生活 有36.7% 那網友就說啦 女人檯面上一定要裝得沒錢 因為這樣子呢 才可以跟老公拿錢 而且老公會心甘情願的 掏錢出來給你 再來第四名呢 是默默的刷爆好多張卡 有一個網友就說啦 老公有6張卡 他刷爆了5張 一直到老公呢 連續兩個月去加油 刷卡都不過的時候 才東川事發 而且剛剛他一開始就說 女生的那個保守秘密 超過不了32分鐘嘛 對 然後宇文就 蛤 你是覺得怎麼可能 有那麼長是不是 我是覺得 我很多事情都會講出去 我就想 他沒祕密的 我自己都會自曝啊 然後看到他自己在那邊講 我現在已經 我癢很久了 我沒有講這句話 我沒有講 是夢多講他很癢 我就說你是不是下面施診 診真的不能太多秘密 你老婆跟你有秘密嗎 我老婆 她沒有 不算跟我有太多秘密 但是以前的這方面 Top2 低調裝窮過生活 我就覺得他 算是吻合的 因為他 他就是他到現在 還在穿他大學時代的衣服 那最近開始上節目嘛 我就跟他講說 你不行 你還是要 製裝很重要 因為女生不像男生 男生就是穿的 隨便一個牛仔褲 隨便穿一穿 就像我這樣 對啊 他都隨便穿 不是 男生就是大概就是 隨便穿啊 穿一個破牛仔背心就來了 而且他髮子跟鞋子的搭配 超這個樣子 他在講你 他在講我 對 所以那女生不行 而且女生衣服要一直不停的太舊換行 對 我就說那不然沒關係 那你 既然你跟我講說你窮 那好 那我幫你出錢 你去買 然後有一次 他就一次跟我請款 他說老公 我聽你的話了 我買了很多衣服跟鞋子 我說不錯不錯不錯 那這次花了多少錢 他說我很省 我很幫你省錢 我只花了一萬二 一萬二 那OK 那我就拿錢給他 然後有一天我就發現他 我就進去拿衣服 我就看到他的衣服在那邊 吊牌都還留著 我想說幹嘛 還要退回去是不是 不行 我老婆這麼省 怎麼可以 怎麼可以讓他還想要退回去 這種念頭 我就把吊牌全部剪掉 一剪發現 他大概買了差不多五六件衣服 然後我就看那個吊牌上面 標價 都是差不多三百一十九塊 然後最貴最貴最貴的是七百二十八塊 全部加一加我算過了 全部加一加價值大概是 四千多塊錢 連他的鞋子 我連鞋子都翻出來看 那你給他一萬二 但我給了他一萬二 那其他的錢他幹嘛 自己就鏘起來了 低調裝窮過生活 有啦 平常是真的滿省的啦 用不到哪裡 比較奇怪 對 八千兩 很難說 他有癢喔 有癢 他有在癢 有癢 對 有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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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跟他老婆差不多 就是 但是 那個前提也是 我沒有跟我 前提不一樣是 我沒有跟我老公 當時的老公請款 我覺得男生就是不喜歡 女生買名牌 就算你花自己的錢 他也覺得你浪費 我有一對 情侶朋友就是這樣 那個女生是自己花自己的錢 而且她是存很久 然後她買了一個小香的那個 還不是那種貴 就是她的那種基本簡單 WOC嘛 對...WOC那個款 她存好久自己的錢這樣 然後結果她也沒有花她男朋友錢 也沒有跟她男朋友伸手要錢 但是她 就是像你們觀念覺得浪費 心想說 對 女生不能有自己的夢想 她自己存錢 然後還要被你們 你們憑什麼 而且男生 男生都很喜歡無限上綱 說你們這樣價值觀怎樣 我有花你的錢嗎 偏差 真的沒差 對啊 花你的錢嗎 你看你很鏡的時候 價值觀就不偏差 而且我送給你的時候 你也沒說不行啊 對啊 重點我們是很正確的 對 送給你價值觀就沒錯 奇怪 對 就是因為知道男人 尤其是中年男人 有這樣的偏差 所以我就沒有講 中年男人 真的 中年男人更容易 那我就沒有講啊 我其實通常買是這樣 通常 我記得有一次 像我跟佳玟很好 因為佳玟那時候常常出國 然後我小孩剛生 你因為照顧小孩 沒有辦法出國 已經很悶了 然後他又一天到晚去什麼 法國啊 美國啊 加拿大 可能要代購的啊 對 你想想看 一樣的名牌在法國買 價錢差多少 對 就是七折啊 八折啊 對 所以我每次都會叫他去買 然後有一次也是 我買了一個LV的包 其實真的不貴 才三萬多 然後呢 但是我前夫又是在念嘛 所以其實我知道他會念 我就先跟何佳玟講好 我說 你呢 幫我買了之後 你就先把我打開來 你知道大家女生是喜歡拆箱 那種感覺 對啊 要盒子 我就說I don't care 我還跟他說I don't 我說你幫我打開來 拆下來 然後呢 拍一張照片 就是你背著 站在巴黎鐵塔前 他說為什麼 我說因為我要假裝 這是你買了 不合用 然後轉賣給我 事實上它是全新的 對啊 然後可是我又跟何佳玟說 你幫我做這件事情 有一個好處 你就發一張社群照 假裝它是你的啊 對不對 對 就是說你也可以秀一下 但是有時候可能 挑的管是他不喜歡啊 硬背 對對對 這是一個問題 我的品味可能或許 這真的是一個問題 但他真的也夠義氣 他就把他拍了 然後什麼的 我就說 然後我就跟我老公講說 說其實這個 就是這個包包 因為何佳玟買了 發覺不適合他 那你有沒有覺得很適合我 因為他還在法國 我說那他就直接Line給我說 是不是可以賣給我啊 我說第一個 原價在台灣 我已經幫你查過了 我還去比價 我說台灣是四萬八 我告訴你 法國不一樣 就三萬六 那因為他背過一次了嘛 然後我告訴你 他算我三萬 有沒有很賺 這時候這種講 你直接講說三萬 他就會覺得 為什麼要花三萬買包 可是你講完這個故事 他就說 趕快買 趕快買 一定要買來 又幫到朋友 然後又可以什麼 對 又那麼便宜 然後你看是不是很厲害 你現在是在講你一個 詐騙的過程 等一下 沒有詐騙 因為我沒有從頭到尾 跟他要那三萬 我用我 你看我們為什麼要那麼辛苦 我們也沒花什麼錢 對啊 你們這樣真的觀念偏派 那就是錢良俗德的好妻子 我只是為了讓你開心耶 實際上我們花這個錢 根本不用跟任何人交代 我根本花這個錢 不需要跟你交代 你們這種欺騙 你叫何佳玟先幫你拍 先幫你背 拍一張 下次 你老公就會跟你說 我要睡覺囉 然後拍一張 也要睡覺的照片 然後玩了以後出去玩 你們就一直互相欺騙 你們就一直互相欺騙 因為我有錢都用這一招 差很多喔 沒有 所以我說 男人的觀念要趕 謝謝你教我 我有權利花我 都是賺的每一分錢嗎 所以我想 就真的這事情 我真的超想知道 你們的想法是什麼 為什麼另外一半 又不是花到你們的錢 到底為什麼你們要那麼生氣 因為你看 如果說家用那個老公 要多花一點點的話 對不對 那你買那麼多包 你把那個包的錢省下來 你幫助老公家用 你多幫助他一點 那就我要講了 我們家家用 就剛好是一人一半 我已經出道一半了 那這到底為什麼 對啊 然後呢 對啊 那你就跟他離婚就好了 我已經離了 你不知道嗎 我都離兩年了 我忘記了 忘記了 我不是很花一個美麗 今天晚上開戰吧 讓你總是會成戰 新心態 互動式 綜藝 快 Too快來訂閱 按下小鈴鐺喔 -好 天啊 -好 小鈴鐺喔 -哈哈 -哈哈哈 -快點 -快點